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看到眼神中闪烁的那一份岁月催生出的坚定不羁 从容刚见 这就是Angela张韶涵 她的歌或多或少 都存在了那些年的一段人生旅程 而如今Angela再次胜大洋翻 傲然起航 2018年 我们和天使有个约定 橘子军独家福利 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Kazira发送张韶涵 查看明星独家新闻 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 快关注起来吧 那些年遇见的人 那些年听到的歌 人事两匆匆 不变的是一段段曾动人心魄的旋律 变化的是一直成长的我们 一个偶然的瞬间 那些旋律再次长凉在耳边 仿佛一刹那回到青春期的校园广场上 阳光正好 有青草的味道 它唱着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是的 什么都替代不了 曾经给我们震撼的某一个瞬间 某一段岁月 谁都替代不了那年的我们 有一个人带给我们的关于爱的教义 遥 像那个时刻 塞着耳塞听到这一句话 时候的泪流满面 是幸福的味道 也是望向未来的力量 这就是一段旋律 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它一部仅仅是一首歌 是那个差点迷失在繁华都市的我们啊 安卓雷的歌里 唱得尽都是我们自己 后来的我们 开始一段旅程 都是为了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就如张韶韩 就如这场旅程演唱会 2018年9月22日 张韶韩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正式起航 看到过很多人说 我们见张韶韩一家门票 弥补他的 我们的 每个人遗失的那一段美好 崇溫那一段轻松的岁月 然而在见曾经痴狂追逐的女神 忽然觉得似乎回到了初见 就这样带着对自己重要的人 坐在台下听她好好唱一首歌 不急不躁 不喜不悲 用她小小神体里 传递的坚定力量 拥抱自己 刚刚好 之隔多年 相约不见不散 是安卓雷给我们最好的承诺 从去年正式重回大众饰演到现在 不得不说这一年安卓雷处处开花 在歌手上的表现更是堪称经验 第一期开访 她就选择为一首自己曾经的经典之作《梦里花》 看着舞台中央那个安安静静的她 只一开口 所有人都安静了 就是这个声音 干净清透有力量 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再熟悉不过的人 是她 又不完全是她 让所有人堕入回忆里 当这个瓦络少女的安卓雷再次出现在舞台上时 那高胖 穿透里 强的嗓音 真是一瞬间 就经验了的岁月 流软了年华 原来她从未远离 原来她在自己的旅程上 真的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一直交唱进了她的一路浮沉 更是让观众记起了17年前 那个爱唱歌的女孩 有人流下泪水 感叹自己曾经爱过的那个女孩 终究是回来了 当然 还有很多精彩的歌曲不顺美曲 我们都要谢谢歌手的舞台 她让我们重新感受了久违的青春与感动 伤痛和嫩水 或甜美或叛逆或青涩或成熟 张少涵在歌手的舞台上用歌曲 唱着自己的人生旅程 唱着自己的生活感悟 12首歌展现了12个风格勇气的张少涵 更是每一个不同的我们 不知道在演唱会上 我们能听到多少这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曲 但相信 每一面的张少涵 都值得最真值得期待 今年 安卓勒亲自参与企划 带领史上最强制作团队 为歌迷精心筹在2018张少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 用最具诚意的表演 为歌迷带来最经验的舞台盛宴 每一场中 张少涵都倾注了大量的心力 也都有一些特别的环节设计 因此本次北京站的演出 安卓勒就将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也许只有在现场去揭晓答案吧 毕竟那一种每一首都大喝唱的震撼 真的会让人回来很多年都无法挽怀 因为我们所唱的每一首歌 都是唱给自己的一段人生旅程 安卓勒 正是我们那段旅程的伙伴 这也正是为什么演唱会曲名旅程 因为演唱会 不单单会欣赏到张少涵的超强唱功和经典歌曲 更是一次身心灵重回轻松的旅程 也会呈现它十多年来与众不同的音乐之旅 心灵之旅 这么多年过去了 索性 我们依旧陪伴在彼此身边 彼此守护 就像守着彼此年少时的梦想一样 当然 因为张少涵 是一个成长过后全新的张少涵 因此 经典歌曲也经历了成长 演唱会上 出名新加坡音乐总监 Kenzie对歌曲精心独特编制 为歌迷带来似曾相识 但又全新演绎的经典歌曲 是以往聆听不到的全新元素 干物经典背后所赋予的全新意义 目前 哈尔滨站已全面开启售票 不发票当预售期间即售庆 火热程度可见一般 首次见面的哈尔滨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我们现场揭晓 完美式听声宴与神秘精彩福利 足够让现场观众超多值 让我们相约9月22日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体育场 展开一场与Andula的梦话旅程 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 2018年9月22日 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体育场 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 2018年9月30日 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橘子军独家福利 关注橘子 与微信公众号 橘子军 发送张韶涵 查看明星独家新闻 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 快关注起来吧